有人问说穿了小羽衣之后呢 小兄弟就泄气了 问我该怎么办 实际上啊 穿小羽衣几次不行的话呢 它就形成了一种恐惧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会选择不穿羽衣 光膀子上阵 但是呢 女生不同意啊 因为她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 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其实我们在做前奏的时候呢 它是会有一些愉悦信号 传递到我们的大脑 当你再去穿小羽衣的时候呢 愉悦信号被中断了 那自然的就泄气了 那这个时候由于你之前的几次失败 所以你潜意识里面的恐惧啊 一下子就冲上来了 那就更难让你的小兄弟站起来了 当然我建议的话就是 女生帮男生穿小羽衣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男生的手不要停 你们之间的交流不要停 请你一定要记住 大脑是很难做到一心二用的 所以呢 你前奏的这种刺激 大脑的这种刺激 不要停自然的 你那种内心的恐惧啊 它就无处安放了 愉悦信号不中断 自然就不会泄气了 觉得有用就关注我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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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